OK,那我们来继续我们这个皮卡车的这个 右边形的建模 现在的话呢,我们是做出这样的一个造型了 做出这样一个造型以后呢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一个 继续往下进行建模 然后首先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条边它是斜的 那我们要将这三个点 我们可以按着Shift键加选这三个点 沿着这个Z轴方向推过去 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 正面的这个玻璃这部分 它就是一个斜的造型 然后呢,还有一点什么呢? 这里面的话呢,有一个凹进去的 一个内部挤压的效果 我们可以灵活的使用 我们所学过的一些内部挤压的命令 选择面 选择这个面 按着Shift键加选 加选加选,还有这边的这几个面 加选它 好,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右击选择挤压 我们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右边拉 往左边拉 但是你会发现你这样去挤压的话呢 会发现这个地方它就没有厚度 没有厚度 所以说我们要先创建出这个厚度来 再往里挤压 那应该怎么做呢? 应该先执行一个叫做内部挤压 然后它会产生一个厚度以后 然后我们再来右击选择一个挤压 点击我们的右边往左边拉 但是这个挤压不能太深 太深的话它们会穿插在一起 这个挤压大概的深度 应该是这样就可以了 好,你这样去挤压的话 它这边也会同时跟着去改变的 这个也会同时变 那这个造型呢 就我们通过我们的挤压就完成了 挤压和内部挤压的配合 先做内部挤压再做挤压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皮卡车的话呢 我们选择下一张图片 可以看到它的布线 这张叫皮卡车的布线图 就是多边形建模的布线图 那这一部分的话呢就差不多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车的这个头部这一部分 怎么去进行制作 这部分的话呢 看似是比较复杂一些 感觉圆 它的东西会比较多一些 那首先 我们在我们的画面中的话呢 将我们的这个皮卡车啊 它的这个厚度啊 我们给它调薄一些 调薄一些 怎么调薄一点呢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视图 右视图啊 使用我们的框选工具 选择点啊 选择我们皮卡车 这样的话呢 我们框选这下方的这一排点啊 包括它后面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呢 两个点也框选中 然后往上移动 这个时候呢 这个车就不会那么厚 可以调薄一点 也可以调厚一点啊 稍微薄一点 好 那它会调薄一点啊 然后呢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在正面的话呢 给它进行一个切割 在正面我们要切割什么呢 在正面我们要切割两条线 来做它的正面的这两个灯啊 这个造型 那这两条线应该怎么去切割呢 我们要选择一个这把刀 KK这把刀 来进行一个 类似这样的一个切割 那这样的切割的话 会导致我们切出来的线 可能是斜的 对吧 你看它也是可能会斜 那这怎么办呢 那我们切的时候呢 跟他说一下 可以在我们的正式图 来进行一个操作 这是正式图 然后呢 来进行切割 然后呢 正式图我们往下走切割一下 然后来看一下 他这就会多出一条线了 好 那我们再放大一点点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再按空格键 再切换回我们的这个线切割 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直接切下来 好 点到这个线 然后呢 切完以后按空格键断断开 那这个时候这个线就不会这样子切一圈了 不会像中间这条线一样切一圈 我们只要中间这一部分就可以了 好 这个时候的话呢 有可能会有一个疑惑就是 如果这边的宽度跟这边的宽度 有一些区别怎么办呢 或者说它都不是正方形怎么办呢 我们在正式图中怎么观察 因为这里面很多线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显示里面的光影着色线条 这样的话呢去观察 我们可以稍微能清晰一点 看到这里有一条线 这里有一条线 对吧 这样去观察 这里到这里的照 这里到这里的距离 和这边到这边的距离 这两个距离保持相等 如果有一些需要调节的 我们就选择这个点 按照视频加选这个点 去左右去调节 去调节它的距离 OK 差不多就可以了啊 不需要百分之百的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这两个灯的这个造型 我们就切出来了 然后我们还要再切一根水平的 水平的线 那我们可以在右击在画面中 再选择线性切割 沿着这个地方切一条水平线过来 都是可以的 按shift键 可以切一条水平的线 这样的话呢 就是会多一条多一条线的这个造型 那我们这条线的话呢 其实切不切都可以的啊 就是你切上去也行 就是切一条线从这边过来 然后呢 我们加一个选择这个面 再选择这个面 这两个面的话 其实就是灯的造型 我们右击选择内部挤压 是这样的一个灯的造型就出来了 那我们如果这个灯的话呢 要凸起的话呢 我们就先选择挤压 往外挤这样会凸出来 就得看你自己的这个想要的效果 像我们如果选择内部挤压 然后呢 选择挤压 这样的话这个灯是不会凸出来的 如果你想要这个灯凸出来 你就选择先挤一些出来 好 然后呢 再做内部挤压 好 点右边往左边 然后呢 再做一个挤压 往里挤 这个时候这个灯 它就是有一个凸起来的效果 我们做的是这个效果 对吧 好 那这边的话呢 中间这一部分的话呢 我们也是一样的 右击选择挤压 好 挤完以后 我们可以配合一个工具 就是缩放工具 将这个地方往里缩一点点 有一个缺口 有一个缺口 好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右击选择内部挤压 也是一样的 右击选择 先来个内部 再来个挤压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往里凹 好 这个造型就是前面这部分的造型 慢慢的我们就可以把它做出来 好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面还有三条 横 就三条凸起来的 这三条这个矩形的造型 它怎么做呢 它其实就是我们要选择边 将我们立方体里面的这三条线 一 二 三 选中 选完以后呢 右击选择连接点和边 mm 这个点一次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会添加很多线 连接过来的线 那这个时候我们选择它的面 可以隔一条选择 那这三条 我们选择它以后 右击选择挤压 我们可以点击 这个左边拉右边 然后出来一条 挤出来这样一条立体造型 如果挤得太凸出来的话 我们可以放到这个地方进行移动 调一下它 然后呢 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缩放 一样的可以往里缩一点点 这样的一个造型 就这样一点点去挤压出来的 OK 那这一部分的话呢 是通过我们练习我们的一些挤压 挤压 然后呢 给这个这个车的这个造型 进行一个重新的这个创建 那我们在这里切一条线的话 它这就会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 这地方有一个跟底部有一个 相对说有个高度 不会说连在一起 就这里切一条线过来 如果你这里不切到线过来的话 就从这里跟上面是一个整体 OK 那我们这里面这个灯呢 如果你觉得想将这里面这个造型 缩小一点点 比如说这样缩小一点 你可以直接缩 然后这边的话也可以直接缩 但是怎么缩才让两边 这两个面一样大呢 缩的一样大呢 那这里的话呢 跟大家说 两个方法 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选用它 在缩的时候按住我们的shift键 这个时候它会有个比例 60 这个时候也是一样的 缩的时候按住shift键 60搞定 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这样去做的 好 那这是第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也是不错的 还有一种方法的话呢 是比较快速的 选弄它 再加选它 右肌选择一个叫做沿法线方向缩放 然后点击它 点击这个右边往左边拖 这样的话呢 它就可以自身的进行缩放 自身进行缩放 也就是沿法线 你把它理解成沿自身进行缩放 它会自己进行缩放 然后呢 你这样一缩的话 两边都是相等的 就是沿法线缩放 如果是沿法线移动呢 它就会前后进行移动操作 然后呢 如果沿法线旋转呢 我们突出来一点 沿法线旋转它就会自身的进行旋转 是这个意思 好 那这个话呢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沿法线移动 控制它的前后 沿法线缩放 控制它的大小 沿法线旋转 控制它自身的旋转 好 那有同学可能会问 老师那如果是沿法线缩放 和这个缩放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选择这个缩放 不也可以缩放吗 选择这个缩放 一缩放的话呢 它都会以中间去缩放 它会挤到中间去 所以沿法线它就不会挤到中间去了 如果是这个缩放的话呢 如果两个两个对象它是分开的 它的中心走在这里 它会这样去缩放的 如果你使用沿法线缩放 它是会自身缩放 是这样的一个区别 OK 好 那这个造型的话呢 我们就这样好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一部分 底下的这一部分 我们怎么去做呢 这一部分有一有一条凸起来的 凸出来的这一部分 那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的话呢 我们要这样去做 首先将我们底下这个面 选中我们底下这些面 选择面 选中底下这些面 把这些面全部选中 有没有更快的方法选中这些面呢 有 有一个方法是这样子的 我们切换回我们的正式图 然后呢 用我们的框选工具 选择面 然后在最底下这个地方框一下 好 这个时候这条线就亮了 我们来看一下底下这些面 就全部被选中了 这是比较快的一种做法 然后呢 右击选择挤压 然后呢 点击我们的左边拉右边 可以试一下 到底是往左还是往右 我们往下压一点点 这样会出现一个厚度 那这个厚度有什么用呢 这个厚度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一层 选择这一层 然后呢去挤压 这个时候呢 就能出现前面的这一条 这条杠 OK 好 然后呢 这个时候的话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它的 这一部分 车轮这一部分 这部分我们要单独对我们的车 要进行一些什么样的处理呢 我们右击要给它通过循环路径切割 在这个地方加一条线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再加一条线 可以看一下啊 就是这两条线 好 那这两条线我们就已经加出来了 这两条线的位置我们可以调的 怎么调呢 如果你想调这两条线的位置 可以选择我们的 如果你想调节这两条线 可以选择我们的边 然后双击它 选择一圈去移动它 你千万不能选择一条 你选择一条去移动 它是没有用的 你必须双击它选择一圈去前后移动 控制它们的距离 双击 好 相等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 这个试图啊 我们选择点层级 用框选命令 框选这里的点 然后将这两个点往上推 好 也就能做出前面这一部分 就这一部分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还可以去调节我们的这些点的这个 边的这个宽度 如果你觉得它不够宽的话呢 双击一下这条边 往这边推 双击一下边 往这边推 OK 形成这样一个一个效果 那这个是前面这个轮胎的这一部分的处理 那我们可以后面这部分轮胎的处理 也是这样去做的 好 我们来看轮胎后面这部分 轮胎后面这部分 轮胎后面这部分的话呢 要在这个地方加一条线 右肌选择循环切割 在这个地方加条线 大家会发现你看你这里加的线的话 会发现这条线是斜的 你看它并不是 你看它就会有有个拐弯的效果 那怎么把这条线变成是直的呢 那我们在我们画面中找到这根线 那这根线是这根线 那这根线它不是直的 它是有点有点歪的那种感觉 那这条线怎么变成直呢 有一个方法是这样子的 选择框选命令 选择点 框选我们这条线的点 好 然后呢 我们按T用缩放工具 放在我们这个Z轴上面去缩 你看 这个时候这些点就会形成一条线 那要缩到多少呢 其实要缩到0 那我们按住shift键去缩 就能缩到0 那这个时候这条线就是一条 在一条线上面的 不会斜的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这边的话呢 也给它再切一根 这个线也是斜的 再切一根也是斜的 那对这两条线也给它压一下 用我们的0 框选这条线 按T 沿着这个点 沿着这个轴 按shift键 压到0 这条线就在一条线上面了 然后这个框选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啊 你看这里是斜过去的 然后我们在压的过程中 你仔细的去研究 去研究 去看一下 去观察一下 就发现你看这条线 慢慢的才变成了 水平或者垂直的线 你看0 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效果 做一个什么操作呢 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加了三条线 我们要将双击一下 把这条线往前一点点 双击一下 选中这条线把它往前一点点 我们需要选择我们的框选命令 选择点 我们将我们这里面的这四个点 按shift键选这四个点 别的点不要选中 还有这边的这四个点 中间的点不要选中 这里边上这两个点也不要被选中 如果一旦是亮了 你一定要按shift键去删掉它 注意这边一定要注意 因为有的时候你框这边的时候 这边也会受影响 所以说我们要谨慎一点去操作 然后观察一下这边有没有被选中 没有就可以了 这边也不要选 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视图来将它提高 提到跟我们的前面差不多的高度就可以了 两个轮胎的这一部分结构我们就做出来了 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双击我们的这根线 去调节它的一个前后的大小 然后呢这个时候这样中间是这样子啊 中间这部分这条线的话呢 你可以单独选它往上挪一点点 单独选它往上挪 但是不要挪太多 那就会很奇怪 挪一点点就可以了 ok好 然后呢不要穿起来啊 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地方会穿起来 这是不对的 就这样就可以了 好那这个轮子这一部分是就是这样去操作 然后呢我们现在的话呢要选择面 选择这些面 按着shave键加选这些面 按shave键加选 然后旋转过来 加选它 按shave键加选完以后呢 右击选择挤压mt 点击左边拖右边 这个时候会挤出这个厚度来 好啊 然后呢这个厚度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厚度啊 撤回去再挤一次 好嘞 就轮胎部分 好那这一部分的话就是这样去给它建出来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上面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的创建方法怎么去创建呢 这一部分的话得使用我们的这个面工具 面层级 选择面层级 选择这上面这一圈的面 这四个 6G选择内部级 挤成这样子 大概这样子左右 然后呢用缩放工具 将红色这个轴往里缩 缩到这个部分 像一个进气口嘛 汽车的这个进气格三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给它调一下 好 然后呢这个前后的话可以通过这个走向去控制 好嘞 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呢 大小自己控制 然后呢右肌选择挤压 让它挤起来 挤一个厚度 挤一个厚度 好 挤完一个厚度以后呢 选择旋转工具 沿着红色这个轴旋转一下 好 那选择完以后呢 我们正面这个部分啊 你可以选择这两个口 右肌选择内部挤啊 再选择一个挤啊 往里挤 好 它下面这里会可能会穿出来啊 不要挤太太里面了 好 那这个有一些格格子状的网格状的 我们会使用一个金格来进行一个添加 我们先把这个模型做到这个位置啊 然后待会这个细节东西我们再去添加 好 那这个模型的这个大体的这些结构已经有了 那接下来我们会去做什么呢 做它的轮胎这一部分啊 包括它的上前面的这些灯还有这个进气格上这一部分的网格 还有顶部的这些灯的这些细节 我眼光椎发动 都脏了